这次分享一台非常古早的135旁轴相机 Mamiya 35 Chrome 这台机器我大概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但它的具体型号我一直没有知道 从外观看跟它很像的 有Mamiya 353,352,35S2 应该都是一个系列的 可能因为Mamiya现在品牌已经被收购了 所以产品在网上的信息非常的少 我也是翻阅了很多资料之后 才最终确定这是Mamiya 1958年前后发布的Mamiya 35 Chrome 我拿了这部机器拍了两卷 一卷彩色的一卷黑白 总体来说操作是非常舒服的 机身用料特别的扎实 然后因为它是旁轴嘛 那个快门声音也特别特别轻 上拳的声音 这是我拍的第一卷 科打CP200过期卷 第一次拍的时候不知道过期卷是要按很低的ISO来拍的 所以翻车非常的严重 36张只出来22张 后来国庆去青海 又拍了一卷黑白 搭配的是伊尔夫潘100 这一次翻车更加严重 因为上次大部分拍的是低速快门 这台老机器的问题没有得到暴露 青海日照非常强烈 所以很多时候要用高速快门 然后这一卷就只冲出来10张 港针非常的心痛 跟冲洗店聊聊一下 应该是这个机器的高速快门不灵了 需要保养 50后的机器 它的进肩快门很容易因为出油啊 等很多原因出现那个快门的连制 这个系列的机器在网上的资源特别的少 估计现存的也大部分都是需要大宝剑的 如果有500以内的 或者500上下吧 我觉得还是可以玩一下 毕竟它的颜值还是可以 操作也很舒服 但作为小白的第一台胶片机的话 就不那么合适了 本人就是这样交了两卷的学费 下一期我从我的尼康和宾德里面 挑一台来分享吧